甘品里平交道旁有礼办公处种植照顾的一排吉野荫 每年3月中旬开始绽放 民众不论是等公车还是路过 都可以看到火车经过时刮起一阵落荫缤纷的美景 因为处瑞芳市区王九份喉童的药道旁 最近不少民众开车前往踏青 也请观赏吉野荫的民众要注意交通 确保自身安全 这樱花从我们这里开始种到现在 是我第一届种到现在已经大概八年左右了 然后到现在总算有一点点成果 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然后跟那个观光的然后赏音的拍火车的人 来一起在这边欣赏樱花 然后就在拍樱花之余要注意安全 因为毕竟是在铁轨旁边 摄影爱好着在铁轨旁架好脚架 等到火车及时而过时就拍下樱花与火车的美景 这种季节限定的美景可遇不可求 也因此这处樱花据点在摄影爱好者之间爆红 近日都有不少摄影迷驻足在此取景 IG上面很多这种有这个隧道 然后就看到这个隧道然后就慕名而来 对 所以等一下会很期待说自己也可以拍到好照片 对 然后像那个志强号吧 对 彩点号 当初这里就是脏乱点 然后杂草很多 然后我只是想说把这里 然后就种全部都种植集野荫 然后让它整齐 然后也没有想到说现在的成果那么好 也可以吸引到这么多人 然后希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然后在这边也感谢志工们 还有大家一起来照顾我们的樱花 甘品底里长许明仁说 这些集野荫从花苗到现在成长 大约历经八年的时间 终于看到成效 当初只是为了改善脏乱点 一口气买了近百棵的树苗 一棵棵慢慢种植 这几年因为气候异常 也有一些花苗死亡 陆续也补种了好几颗 今年老天爷给力 让吉野荫盛开好美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